駐唱從疫情開始爆發之後 兩家店都沒得唱 所以如果說我撇開 就是活動跟錄影的話 我的駐唱這樣加起來 可能一個月省失應該 有至少五萬 三級警戒爆發之後 錄影跟活動幾乎都是停擺 曾治豪損失慘重 目前只靠駕駕駛店打工 維持生計 大概一個月燙不浪噹最多 兩萬塊最多了 因為你打工時薪 又不可能一天打十個小時 那其實現在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時期 曾治豪第一時間 也接到來自演藝工會的訊息 會替他申請勞動部的紓困補助 紓困的金額就是三萬 所以今年也是一樣三萬 所以會有正常的手續 正常的程序 幫你把這個紓困的金額 去譬如用支票 應該現在是用支票 然後去打到這個會員的戶頭裡面 曾治豪說 補助有就很好了 感到居足 不過另一位藝人 蘿莉塔就沒怎麼順利 臉書上發文說自己 到勞動部網站 花了十一個小時才登入成功 結果卻是跳出 不符合資格五個字 可能因為不去職業工會的人 沒有保勞保 又或是108年度的個人所得 高於四十萬八千元 蘿莉塔直說 帳單一直來快複合不了 勞動部紓困是依照108年的個人總收入 但當年有賺錢不代表現在有賺錢 對此勞動部回應是希望讓收入一直比較低的人來領取 而文化部的義文紓困4.0 針對自營或沒有固定雇主的義文工作者 無論有沒有參加勞保或社會保險 只要有因為疫情工作受到影響 都可以提出申請 每人補助三萬元 如果有製作費用最高六萬元 政府各部門盡可能幫助義文工作者 希望能夠挺過疫情 TVBS新聞劉玉俊佩全特會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